好,晚朗,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繼續是主持有馬二 今天繼續有韓馬仔,今天我們又講同樣東西 當同樣東西之餘,這次就不是香港了 因為之前我們有講過一次新加坡,請了兩位嘉賓來講台灣,澳門 其實我們記得台灣那集,兩位嘉賓主力講 今次不同,就有我們兩個真是突出台灣,突出FF 我們兩位都有去到台灣FF23的 訪問,當然有馬二,也有在台上看各個FF23 Fancy Frontier 23,即是開拓和萬大23的節目 當然我們那天是二月十五和二十六號,剛剛情人節打後 大家又想想,Fancy Frontier 23,就有很多本地或者海外的畫師都會去進場 但大家又猜一下,Fancy Frontier 23 大家又想想,會有多少個同仁社團或者結合商業社團去參加? 我又沒怎麼數過,但我場地是挺大廈的,他們在台灣大學的特館分了地下和三樓 我先講一下補充一下,其實是一樓三樓,可以講一下 原來差活動攤位的總數是有1500攤的兩天 因為主要是在舞台上拍照的,走就不是走很多,問題就是有這麼多 對,因為加起來是1800攤,我們看回他的新聞稿那裏 當然,如果你有兩天加起來,其實都有,因為一樓那裏都傾向多少 我們也要先講一下,Fancy Frontier 其實很多年來都用台大場,台大那個體育館 我們可以有些人叫做小巨蛋,怎樣去呢? 你不要叫小巨蛋,找個找死我 對,有人俗稱叫小巨蛋找體育館,但其實就是在公館站 如果大家去台灣搭智雲,但在公館站要走大概十幾二十分鐘才到 不是,我第一次接近就快一點,你快五分鐘就叫做 當然,很多人都說會不會很難去的,其實就不會的 之前大家記得Fancy Frontier 第一次,其實就不是在這個大學體育館 是去到後一點,後期一點才用這個館 場館都很大,而且這個是體育館來的 如果你附近,在體育館裡面,如果你有細心留意一下旁邊 其實你會發現有人在打明星球,有水,外面是有很大的碳球場 在香港很久都沒有見過 那碳球場,拼了一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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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看這本片 在香港在清晶啟一拼一拼,幫它搭發旁邊走 是的,其實也挺厲害,如果當然是這麽計 但他們又講一下,他們日常的時間 香港如果是CW、RG、動漫製來看 通常開早的10點多至1點左右 晚上通常收到8、9點,當然CW可能收到7、8點半 但原來台灣的動漫製又不是收這麼多東西,開十點半,收就收四點半左右。 你十四點鐘應該收,但問題就有些人在牆上。 通常工作人員都四點多,我們講講當日的實況, 其實進去我們九點多到九點鬆到,整完記者手續, 進去就很快九點多已經開始有人在設定東西了。 先來吧,台大有前後兩道門,正門就是有售票署, 即是他真的有售票的帳戶,還有一班人排殺隊很長龍, 常常可以看到無雙的帳戶進去,萬人空巷。 我們這些開檔或記者在哪裏呢?在後面的,分開了兩邊的, 所以比較整齊光澤。 因為社團進去的那些是一邊,另外一邊就是公眾職值, 公眾進去,大家都覺得星期六兩天的展期, 星期六真的有很多人,因為星期六真的排到幾千至一萬, 居民到,即入場人士大多數都在台北, 那其實一會兒會再說一下,應該在哪裏呢? 那些人是聚主來說,在哪裏呢? 那一會兒再說。 你說當天排隊入場的人,大多數都是年輕人, 我覺得是二十歲以下,樓上以下都很緊,應該是這樣說的。 比較有趣的就是,幾個人在紮營,是在紮營的。 那當然,一向都有說,嚴禁這個陋夜排隊, 那裏排隊是在睡覺的嗎? 對,有人喜歡在露宿的那裏呢? 你出去不住,那裏排隊? 好像有傳不止一天過有些人露宿,好像居民。 居民而已,我們當然不要提了幾天去檢查, 我們就不知道了,我們就沒有這樣的情況。 江湖傳聞? 江湖傳聞就不知道,不過有些人就很心急, 很多人都很想進去搜購一些較熱門的同仁物品, 當然我們說到場內, 講完場外就講到場內, 場內一樓主理來說是同仁場, 三樓是表演場地, 雖然一樓也有少少商業檔, 但商業檔就沒有那麼多, 三樓就多了少商業檔, 一樓就男性向多一點, 但三樓就多了一些女性向也有, 男性向也有, 有一些普通香, 精品, Cosa, 另外就有很多, 差不多了, 精品, 四樓也有, 四樓就有一個地方排隊, 四樓和樓梯附近, 即是走廊會有一些大檔, 除非在場面, 那些是商業檔, 其實就是買一些籃枕, 精品籃枕那些, 普枕那些, 當是一個較為男性向少少的event, 不會像CWT那樣的女性向, 怎麼說呢? 我看過的, 女性向的本不是說沒有, 但是偏少, 因為最重要的是, 一樓基本上都是男性向的本, 所以你錯過, 其實男性向比較多, 我很努力地發覺, 副本是比較少, 我對是比較少, RG可能更多, 四樓都有, 四樓都有, 當然, 一十點半左右都差不多開, 我們十點左右, 進去看過, 那些人都差不多擺好, 其實跟香港CW有少少不同, 香港CW很多時候都是臨到最後, 才設好, 設齊東西之類, 還有那些人, 你發覺現在CW的人, 很少我衝進去, 很厲害, 你就算不要說, 動漫節都少了, 現在來說, 但是, 你真的在台灣, 在這次見到, 一拍到去是, 地震, 又不要這樣說, 就是, 人是緊張的, 你認為台灣人是粗過軍的, 走到紀錄的, 走到嘭嘭聲的, 可能真的很想有些東西, 因為始終台北的人口都不少, 可能很多人很想去, 購買心頭好, 真的都見到他們都幾熱烈, 幾熱情, 相比來說, 香港來說, 我覺得台北的動漫不是熱情很多, 不是, 可以這樣看, 香港當你CW, 你最大手, 黑豬白豬, 風龍火沙, 你排隊其實真的不是排很久, 我頂盡你半個小時, 應該排到的, 但是, 不好意思, 我花了兩個小時的時間, 只能排兩檔東西, 一檔要排整個小時, 可以是, 是的, 其實他有少少少, 他有少少, 我們聽回來一些, 就是, 馬來人, 其他那些話師說, 雖然和日本比較, 真的沒有這麼厲害, 日本可能一天, 只能排到一檔至兩檔, 但是, 如果你說, 去到台灣, 一個多小時排一檔, 應該都沒有他, 還有, 如果你說, 如果你看回他裡面, 其實Fancy Frontier, 如果你說, 大家看回他有少少, 可能有少少資料, 就補充一下, 其實他工作人員的人數是不少的, 為什麼呢? 挺友善的, 我剛才說, 他們是不少照顧的, 場面有些不明文, 他們是很具體的, 挺專業的, 我覺得挺好的, 是的, 還有, 他們是跟得很足的, 我們先說一下他們工作人員, 由他們額頭開始, 直到我們覺得工作人員, 其實他們都很nice的, 即是表現得, 他們是很專業的, 就說, 手印你一定要有, 即是入場人士有手印, 每個關口, 每個電動樓梯, 因為他有電梯給你用, 那電梯, 有時一些行動, 我也見過有幾個行動不方便的人進去, 有個是坐, 即是有些坐輪椅那些, 他們都很nice地跟他們, 即是幫他忙, 即是有時那些人不行不方便, 他們都會幫他按著升降機, 那也都, 有些真的很不明的, 他們會講解, 尤其是我們這些不行不淡的, 普通話的人來說, 更加, 他們更加好, 都ok, 即是接受我們, 即是我們都很感謝他們, 即是他們每個記者, 即是入場時會有一些, 即是手, 那我是不是單張你的手冊, 即是你記者, 即是傳媒有甚麼注意呢, 即是訪問有甚麼注意呢, 即是報道方法有甚麼要關注地方呢, 他可以跟你說, 即是他可以跟你說, 有甚麼資料, 你這個報道的方向, 即是有提醒的, 即是可以善意提醒你, 是的, 我這個我會最後說, 因為我這個我真的想跟你說, 為甚麼我說, FF的會方是, 即是我覺得是這麼, 即是這麼讚嘆, 即是我們為甚麼這麼讚嘆, 據理會方的做事方法, 即是, 為甚麼我們說, 跟我們所見的其他, 有些主辦有少許不同, 當然不是每個人, 但我會說, 其實人數都幾十人, 即是你看到他們都幾十人, 幾十個幫手, 即是, 即是, 當你地下場四個出口, 他們四邊都坐在那裡, 樓梯都坐在那裡, 即是, 傳統去照顧你, 哪一層有甚麼要看, 對我們來說, 是的, 當然, 還要說一下, 即是, 他們呢, 還有一件事, 原來是很窩心, 是那些同仁社團, 都覺得很開心, 為甚麼呢, 因為他們有, 這個叫做同仁本的餘托服務, 記得台灣國內限定, 我們用到的, 是的, 當然, 有些人就說, 我們可以漏夜, 即是那些同仁本, 即是不用車出車入, 因為, 譬如香港有時候, 那些同仁本, 要擺兩天的那些日期, 或者, 那些有時候, 他們要拿走, 每天這樣車出車入, 其實都幾是夜的, 但是, 如果你說, 他當地, 有人跟他做餘托服務, 還有, 要登記, 那些本是甚麼, 要看一看, 幫他們審裂一下, 我其實覺得, 他們做到出來, 我記得那晚, 即是他臨開15號之前那晚, 他們的人是早12點, 你想想, 那批人是早12點, 其實都是很用心, 才會肯這樣做法, 聽回來就說, 那些頭盤很大, 即是台北他們, 他們寄書過去那邊, 他們幫你收起來, 放好鎖, 你只要直接, 放兩手進去會場, 他幫他去檢查, 拿回一些書, 就可以了, 你想想, 那些人都要走過去, 你見香港那些, 都幾二十件, 其實都幾慘, 某程老實, 即是, 你看回他們, 要幫他們課, 不要說, 那這些, 這些, 不過, 說一下, 可能又有可能的, 因為他們現在, 都用大學的體育館, 可能相對來說, 範圍, 很明顯, 樓底, 三樓的籃球場, 其實那個範圍很大, 你跟香港的比較, 當然, 他可能不及會展, 但我覺得, 他的樓底, 就高到很厲害, 差不多五、六層樓那麼高, 他人多, 可以逼到, 你的樓走不到就樓, 但問題是, 他最少不會先焗, 因為他留下夠高, 他空氣夠流通, 這個真是重要, 是的, 空氣不流通, 就經常是為香港救病, 所有的同仁牆, 我們都試過, 有人暈過都見過, 如果你說這樣算, 這次, 兩天內, 放一千多個攤, 當然, 兩天, 但是, 其實, 我在裡面, 都不覺得很焗, 很累, 當然, 很多人排隊, 有些日本的攤, 有些台灣的攤, 有些台灣的攤, 而香港的攤, 大家想想, 香港的攤, 黑豬, 八豬, 風雲火山去到, 或者, 氣球魚屋, 今年, PAD, Tussle and Dragon, 大家想不想到, 原來香港的同仁畫師, 在台灣來說, 是很受歡迎的, 不, 其實, 某些人這樣看, 因為他們根本都出了P&D本, 出了藍糧本, 我可不可以看到, 都沒有幾檔呢, 如果你現在當沒有藍糧, 沒有P, 沒有藍糧, 基本上, 你沒有九成人流, 差不多是, 是的, 這是很現實的, 當然, 其實都有點像日本, 那期興蜜, 主力來說, 當然有些是例外, 不過, 如果你說這樣算, FF, 其實原來, 工作人員來說, 也有接近八十至一百人, 是的, 那你明白, 有些是鄰居的, 你不可以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分工算是厲害的, 你說還有一件事, 所以, 我們怎麼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 為什麼秩序就好, 大家如果想想想, 我們今天看到, 那時候看到, 香港那幾個同仁畫師, 在那裡排隊, 他們是有專人幫助他們, 當然, 他們自己有少許證明, 就說, 這裏是隊尾, 這裏是隊中間, 香港很少見隊中間, 香港那些, 那些場, 哪裏有隊中間, 那樣東西, 他們有多長呢? 我排了兩隊, 有一隊可以兜, 即是, 他可能在V行, A,V,C,D,V,F,G,H,I,J,K, V,W,I,X,Y,Z, 排了三、四個走廊, 打滑三個走廊, 那你見那個檔這麼厲害, 你四樓那檔, 四樓那檔, 我見過什麼呢? 大家記得是籃球場, 有些籃球座位, 尤其是在四樓至五樓中間, 它是可以圍住四樓, 繞了一個大山, 我也見到很奇怪, 有一檔就是四樓, 排回到一樓, 一樓排回到四樓, 樓梯有兩條龍, 一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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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是排隊的情況, 但是呢, 你不要說人多, 但是又沒有亂, 為什麼呢? 就是靠他們工作人員的努力, 我覺得那些人都很自覺, 至少你們沒有人打, 一樓沒有人打, 還有一件事, 我們有留意, 在觀察, 他們的工作人員, 如果看到, 譬如一條很長, 又好像, 情況可能會阻街, 那怎麼辦呢? 他們會立刻幫忙, 排兩個一行, 兩個一行, 他們是這樣排的, 即是打媽必去的, 就不會叫人, 排一行, 砍一邊, 或者中間斬一條龍, 不准排, 或者叫你派醜那些, 我問過, 當地台灣一些, 叫做同仁社團, 我問, 你們那邊有沒有派醜, 如果有千多人在排隊, 有派醜, 或者中間斬龍被人排, 叫人幾十分後再回來, 那小弟就真的沒有聽過, 他們問, 派醜原來是什麼? 會被人打的, 會被人打的, 會回來, 應該是另一個世界, 基本上, 因為他們是這樣說的, 我們又要說回那個事實, 星期六, 是他們的售賣期, 很多時候, 很多大手, 雖然他們會留本是星期日, 還是留很少, 只是留很少, 或者是留給朋友之類, 如果他們要主要星期六買, 所以很多人會趕著在星期六排隊買, 像電眼星期六開場, 慢慢地出, 是的, 如果我們有留心星期六, 發覺星期六的人, 基本上, 你差不多可以由早上十點半開場, 賣到四點半, 如果那個檔情很旺, 特別我看過什麼, 氣球魚屋就是, 氣球魚屋, MCB, 收檔完了, 還要不肯定買, 是的, 沒有買, 但又很少, 如果我看回禮拜六那天, 又不是真的很多檔畫, 有人有當畫元秀, 有當元秀, 大檔就少, 我當時就在四樓拍的舞台, 現在三樓, 就在四樓, 用長鏡拍的, 我看到的, 其實是, 星期六那天, 大概三個月, 都有點空了, 走人吉了, 四點鐘又多幾檔點, 即是, 隨便吉的就是, 是的, 小弟呢, 你都知道小弟隔壁八, 問問一下, 那明天怎樣, 你買了本, 買了, 買了這麼多, 真的買了這麼多, 他說, 沒有, 明天就出來, 看看節目, 或者聊聊天, 很多畫師, 其實去台北之後, 都會去台中台南玩, 或者去高雄玩, 講講台中台南, 高雄, 其實都有, Fancy Funnier的活動, 不過就不是這樣叫, 現在再講, 不過講講舞台, 講完這些, 我們都看到一些, 大家都很關心的, 香港的, CW已經沒有舞台了, 和香港的動漫, CW有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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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G有舞台, CWT沒有舞台, 是的, 和香港的動漫活動相比, FX的舞台活動有什麼精彩呢? 我們不可以, 先說, 我們不可以拿CW和RG比, 因為始終規模上, 那你拿動漫節給, 是嗎? 拿動漫節給, 真的拿動漫節給, 加上咖啡, 因為Fancy Funnier始終只有一本雜誌, 我會用一個較大小小的商業模式, 比較正統一點, 那我會用動漫節, 即是, 叫什麼, 動漫電碗節, 即是類似, 香港動漫電碗節, 013、014, 對, 今次, 請回來哪位呢? 看看, 藤原啟智, 如果藤原啟智, 如果藤原啟智, 我們老餅一些, 當然記得喊, 立馬小生哥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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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旗那一套, 歌歌手齊齊, 我老奈選擇旗給亂奏, 雖然那套很好看, 都是他們唱的, 當日他們有四個成員, 藤原啟智, Mini Life, 藍仔L, 還有其他, 有些Kennie Star的, 呂牟花人歌舞那些, 還有, 最主要, 我想教人家最主要都是名重解職, 順序講, 15號那天, 例如有些廣告商, 電話版教你畫畫, 我看過的, 我看過的, 雖然他們在畫畫, 雖然是教會, 但每一節是請不同的老師, 不同的老師, 即是他們當時, 他們是西越當的人, 那些老師, 即是教你畫畫的那些, 平時畫畫老師, 他們每個人的風格都不同, 但他們基本功能不差, 即是他們說, 畫的東西不像日本的東西, 你先不要計算, 小生你會畫畫的東西, 即是, 雖然說教學, 當然你不要說一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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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當然, 對畫師來說是一個好的方法, 有些老師, 我看見他們用電腦的軟件, 可以直接按幾個按鈕, 可以畫到3D模組出來的, 那些, 我不知道當不當畫畫, 我不知道你當是畫畫, 有些是用手, 有一些畫板, 是畫一些山水畫出來的, OK的, 無所謂的, 都挺有趣的, 大家去看看, 最終是, 最終是銷售的畫版, 這個不要提, 當然, 這些畫版講完之後, 就講回聲優, 15號最早第一個彈頭陣, 十二點鐘的, 雅南韻子, 你想想, 十二點鐘, 香港十二點鐘, 如果是動漫節, 通常會做些什麼, 大家想想, 開場了, 然後去買賣歌, 對吧, 現在動漫節很少賣本, 當然, 雅南韻子, 後面就Avili Segar, 跟Marina, 兩個的Live, 我記得Avili Segar, 跟Marina, 我在台下拍了, 都唱了八至九首歌, 兩個合起來, 沒有特別數過, 那天, 那天, 我因為在樓下排隊遲了, 上次去, 因為3樓已經爆了, 所謂的記憶已經爆了, 那就是去4樓拍照, 當然, 有一個問題, 4樓那邊, 聽聲音不是很清楚的, 是很細聲的, 所以不是很清楚, 有時候有人下行, 或者補充, 但是我覺得, 如果大家要, 當然, 如果坐在中間的區域, 你要提早, 如果你是普通入場, 不是記者入場, 你要提早大概一個小時, 坐在那裡, 看人家的畫板教學, 當然, 有些人不是看畫板教學, 我們記者進去, 其實, 喇叭在那個位置, 挺厲害的, 但是, 大家要明白, 為何CW, RG, 那時候, 哇, 舞台好吵啊, 那之類, 因為, 你知道, 九展的Horch S比台大那Horch, 樓底矮很多很多, 所以, 抗音的情況, 就會差很遠, 其實, 大家要說, 那麼多的舞台, Effect舞台多大呢? 其實, 很小的, 不是很大, CW, 大家幾個舞台這麼大, 你再去一半之後, 再成了七成, 大概是Effect舞台這麼大, 其實, 差不多我覺得, 他有少少比CW的舞台大, 小很多, 那, 那四十人總學, 他上了跳舞那一段, 很窄的, 差不多手蕩手的地步, 可以在那裡, 你說, 名駕歌場多小, 還不可以請拉他, 所以, Philip Segar都算是這樣的, 那你說, 會展的長比教, 就已經差很遠, 即是, 我用回會展的長比教, 已經是差很遠, 很遠, 說會展, 我給七個人站上去, 沒有問題, 當然, 藤原啟致, 上去, 說一下, 說一下, 說一下生活, 當然, 說一下, 那些, 不是說很多, 挺有趣的, 他當時有說到的, 其實他, 應該不是如來的, 他說, 因為日本那邊下大雪, 回不了去, 他順便過來, 他真的順便過來, 對, 因為他動漫節曾經來過, 一個星期前, 其實是台北動漫節, 台北動漫節十幾萬人入場, 他當時也有做, 但是他記得大風雪, 如果大家記得拉徽, 看拉徽, 那天晚上就知道什麼事, 整罵大風雪, 結果回不了去, 結果又留在台北, 你說很多話說, 就不是, 他會鋪去吃拉麵的照片, 說他鋪幾張不停鋪, 不是, 一個值得說的, 就是他說他幫忙教人做星優, 教學生, 這個聽不懂, 你說的, 他原來有做導師的, 有教學做星優, 都是這樣的, 年紀大了, 年紀大了, 都可能會說, 回去做教學這些事情, 也不會純粹是, 不停配音, 會找到一件事做的, 那男者L怎樣, 男者L那段, 我離開了, 男者L那段, 你不要提了, 這個不會失誤, 我只是想罵一罵, 男者L特別表演, 前面的唱歌會有Line, 他特別表演什麼呢? 想著他唱歌, 男者L那段都知道, 最近出了碟, 也有唱SAO的LED, 咦, 有什麼新歌呢? Sorry, 不好意思, 是想著你, 是想著我頒獎的, 那沒有辦法, 只是特別表演, 他只是頒獎, 加上班獎給Corsair, 然後就都可以走到, 那沒有辦法, 那就是很特別的表演, 我真的無法猜到, 那沒有辦法, 那當然, 15號也說完, 不如說回16號, 16號也是, Face Sager和Rain the Love, 好像唱歌的有少許不同, 我記得好像, 跟15號有少許距離, 不然上知 歌曲有些不同 但Maria和Sega唱歌應該一樣 因為我不是太熟悉的 因為我15號在座場 所以我記得Facebook好像差很遠 有些不聽過 當然小弟就不太熟悉 除了有幾首主題曲 Maria和Sega的歌曲應該跟星期六有點不同 但Maria歌手應該厚似 最主題是《解放少女》的歌曲 當然最主題是到最後 名重皆職是電腦 電腦是電腦 電腦是電腦 但問題是名家職 真是託書很棒 一個厲害的MC和一個廢MC有多分別 好 你說吧 名重皆職上台最知是一個班人 一個班人和一個MC MC其實真的不要開玩笑 應該不要說他做功課 他應該很熟悉看他的作品 他很簡單 當然要問小籠包的東西 這是一題的 我們不介意 之後問很多正常問題 例如說十幾年前 明昌佳之小姐拍了那段動畫 即是公學機動隊的同畫 如果你說那些是十幾年前 他剛剛問出道的時候 你為什麼要入行 例如說那套動畫裡面 你當時要入行的角色怎麼大 甚至可能問到Code Gears裡面 他分兩季 第一個人第季 你角色性格差那麼遠 你怎麼演繹 還有一些後台 他跟某些星優之間的關係 當然有些圖書 有些圖書 他問一問他 所以榮崇會很細心回答他 就是很正常 你記得之前做功課 就是有些功課 這些不會太很廣 因為香港 即是不說香港 講香港 有時候大家都笑著說 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很多問題 都不會主力很心惑 有時候可能是 始終語言問題 不關於事 或者是心態問題 知道 有時候 但是如果你有聽說 他都做功課做得很正 對 他最新的 上幾季那套 莫法少女的伊莉亞 他有問 當然 明寵 暫時較為新 我們最記得 他都 那套 什麼 知有神知道的世界 我較熟 就是那個天理 那個天使 最後是有簽名抽獎 四點幾個 弄到老家 簽名就是抽名寵 和畫師 兩個人一起 抽畫師才抽名寵 不過我看 那些人都是照賣的 人人多 當時 都很多人 全民坐的 買了二百張照的 但是好像人坐的 都很厲害 我看到那些人都沒有坐的 那些人基本上是由歌手 Aphera Saga 和Media 坐到直落鏡 是沒有首歌的 但是我又要比較 坐的觀眾 C3 拿C3來比較 大家會展 C3 大家是為錯的 但是 你這樣說 C3 即近這一格 他就開始說 要買票 要買票 這個完結 就趕走 但是這個 沒有個人走的 你只要坐馬 都可以 你不走的話 只要不用說去洗手間 都可以的 但是 如果這樣坐在地上 但是 氣氛不頑 不要說什麼 C3 我覺得坐椅 不是不行 如果前面有些 不生醒 就坐我打機 或者是 在那邊看 就這樣跳 那些 大家就很吵 因為我們都見過 有幾次是C3 在那邊吵 當然 我們當日看到 有人坐我打機 特別 星期六 2月15日 Kendy Star 那個女目主題 是真的有人坐我打機 但是坐我打機 他們很自律 他們是在最後的位置 即是觀眾 後排那些人 才坐我打機 雖然我自己 對我打機 很有保留 但是我覺得他們這樣 至少不會放到旁邊 不會影響到前面的人看 等一下 他把光線有多長 不是很長 我星期日見過的版 是星球大戰級數的光線 比星球大戰短短 我那時候就十分 但是至少是自律 至少我都覺得 你未見過一次 我們見過一次 是C3和RG 有人坐我打機 是一個最前排的 我來坐我打機 是最前排 而後面的人 是完全看不到的 一看的時候 他們日本粉絲 不知道 應該是日本粉絲 他們是在後排 但你思路的人 熱情也會站在前排 那些沒有辦法 看看大家的想法 當然 如果我們講到這樣 我們都講完舞台 當然舞台來說 補充 最後 大家都可能說 Carly Carly 特首 因為Carly 他來過台灣很多次 他說過幾次 他就是第一次來的 這次他就說一下 他展示他的畫作 一些舊作 他的高度平台 他的相機是怎樣的 就是這麼多 因為很短 之後就變成抽獎 對 因為他們都不適宜 那麼長 因為他們四點幾都收 差不多 他們台灣 台北那邊 不同香港的動漫 香港的動漫 你差不多六七點 才叫做人潮高峰 他們那邊 根本你一開始 那些人是進去 他們的主力來說 是真的買同仁 買同仁 其實相應當 不是很紅 不是很逼的 但是你說 他們的主力來說 是真的買同仁 所以他們就算太夜 也不會有這麼多人 你不跟香港 你香港動漫節 是真的主力來說 可能很大人收小孩 收人才過來 大人收小孩 或者可能有些人放工過來 他們用來走幾下 所以那些東西 他們大多數的 主力來說 是七八點擺在那裡 不過當然 就要看一下 那個 香港可能每處地方 的工作時數有些不同 台灣那邊 只要有10點 店舖還沒開 晚上還沒到六七點 都收了店 月休八日 大家想想 有多少人可以在香港 打斬月休八日 做金融都未必可以 好了 這次時間差不多 下一節不如說 FF之後的歷史 好 下一節再說 下一節再說 好 謝謝